為何你最近少找我? 是不是信息太多找不到我? 不如看節目之前,先將越遮擋越自定吧 My friend,準備過年了 不理,準備我開記招了嗎? 大家好,很久沒見了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吧,好嗎? 購母,你先 茅仔,你現在多少錢錢? 還欠兩萬五就要三萬了,接下來會加工資 謝謝購母關心 三叔,到你 人工這麼少,為何不回家那邊工作呢? 我覺得做我們這行,最重要是要放眼未來 我們家這邊暫時沒有什麼未來可以放眼 所以不予考慮 謝謝三叔,表姐,你說 那有沒有女朋友? 什麼時候帶回來給我們看看? 不好意思,各位,感情生活暫時無可奉告 希望大家可以給私人空間 多謝大家 沒錯,每逢過年,你的親戚朋友 好像將他們的好奇心全部儲起來 在這一年裡,從來沒有問過其他人任何問題 看到什麼不可思議的問題,忍著不問 蛤?要一方不問? 嘩,尼斯湖水怪? 有吧 然後,親過年見到你的時候 一次過將好奇心全部倒在你身上 拼命問你問題 好像不問他們會吃虧的樣子 今時今日過年的時候 親戚朋友問你問題 其實已經跟封禮事給你一樣 是一個雜作禮 他封禮事給你,你說一聲恭喜發財 然後他又問你的問題 其實也挺合理的 不過,如果禮事的金額可以跟問題掛勾 我覺得更合理 來,茂仔,來來試試 謝謝大爺媽 怎樣?茂仔,這麼大個兒子了 月心過萬了嗎? 不好意思,大爺媽 五元禮事是沒有問公司問題的權限的 這樣嗎?那你拍拖了沒有? 不好意思,大爺媽 戀愛的問題也是沒辦法回應你 這麼麻煩的 那麼五元可以問到什麼? 問吃了飯味之類的 你今天吃了飯味嗎? 還沒 今天來你道拜年 我也想問你為什麼還沒開飯呢? 很肚餓呀 真的呀 今時今日我們生活節奏這麼快 過年 本來想著輕鬆一下吧? 誰知道放假面對問題還多於上班 平時上班老闆問問題很容易回答 跟老闆說 搞緊搞緊 快啦快啦 這樣就行了 但是親戚不同 他問你問題不單止 他問了解決方案的 做什麼?我現在畢業答辯嗎? 我過年上班也有三倍工資 我現在回答你這麼多問題 比上班更累 你是不是給三倍禮事呢? 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都淺下 按理事金額問問題這個規矩 不單止我們被人問得心甘情願 還會令到所有親戚朋友的關係 前所未有地融合 你試想想 狸貓仔 你來試試看 多謝鄺義婆 乖啦乖啦 義婆 你有沒有問題嗎? 我有什麼問題? 不是 我是說你大快封了兩塊理事給我 不問一兩個問題 是虧虧的 我沒什麼興趣深入了解你 不行的 出來收禮事一定要回答問題 不然日後還有親戚肯封禮事給我 那你拿回一百元走 而且作為後輩的我其實知道 有時候親戚朋友問問題 只不過是公關一下而已 其實他們也不是有太大的興趣 想問我們什麼 當然我們也沒什麼興趣想回答他們 既然你不情我不願 那就直來直往一點 如果可以根據禮事金額問問題 我相信親戚朋友可能也不用浪費時間 怎樣啊? 現在多少錢一個月的工資? 小孩說什麼錢不錢? 最重要是有目標 想著什麼時候結婚? 哎呀 好難而自在四方 兒女私情先放下 我先去打麻雀 阿茂仔 沒事了 是 沒錯 本期節目是純武洞來的 雖然近幾年我們經常吐槽親戚一個年就沒有問題 但同時我們也是明白的 他們的確是出於好意和公關而已 難道真的大事大事兜口兜面見到你也不跟你爹兩句嗎? 真的疼你的親戚無論如何都會關心你 真的不是很理你的親戚說什麼都不會太騷擾你 所以 例如 利是多給我們 我們多回答這件事 哈哈哈哈 是不驅 看完節目了? 讓我檢查一下你有沒有字頂月之一二 咦?為什麼你還未字頂? 你不認識嗎? 那我教你了 iOS用戶點擊月之一二公眾號主頁右上角 選擇次為聲標就OK了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點擊右上角 就可以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了 而安全用戶只需要打開月之一二公眾號主頁 點擊右上角 再選擇置頂公眾號就OK了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就會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了 以後每晚六點 記得準時收看月之一二